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9月3日 星期二 這次和各位朋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日前 話說青衣站有個伯伯被撞云了 有人幫忙做急救過後 被他反而入稟告 說救他那個人其實就是撞他那個人 事件鬧大過後 相關的伯伯在昨晚的東沙西網有回應 說到救人的女士並非好人 究竟他怎樣說呢 事件鬧出這個羅心門 誰對誰不對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東沙西網的個案 青衣站暈倒的伯伯否認是碰瓷黨 張小姐就以精神緊張反索上他 內文提到了 TVB節目東沙西網早前報道 去年10月在港鐵青衣站 有個伯伯被一對情侶撞到致魂倒 那對情侶沒有理會伯伯就上車離開 而目擊事件的張小姐就幫忙扶起伯伯和照顧伯伯 但伯一醒來就一口咬定張女士是將他撞到 最後更加向張女士索償 節目播出後引來不少網友的討論 更加有網友直指這個伯伯碰瓷黨 這個伯伯於是聯絡東張西網 希望為這件事澄清 內文提到了 昨晚9月2號東張西網播出伯伯的電話訪問 伯伯堅稱對方不是好人 就說他現在這樣走出來東張西網攻擊我 說我無告不是好人 可以說是壞人 伯伯也講述了事件發生的經過 就說對方講過 在扶手梯那裏他老公在前面 我在中間他自己在後面 這些事在節目當中他講的 為何他們不是兩個一起在前面 又或者兩個一起在後面 伯伯就說被張小姐故意撞到 就說因為在扶手電梯那裏 他老公爬我頭 轉頭就趕出口罵我 說我阻礙他 伯伯就說聽到有人罵他 所以回頭一看就沒見到有其他人 只是見到張小姐站在後面 更加看不到張小姐口中那一對情侶 伯伯又說自己平常的平衡力很好 自己亦都有做戶外運動 自己亦都沒有前方 堅決否認自己是碰遲擋 而張小姐用力一推才失去平衡 伯就說被張小姐推倒過後 就說我猜都要5、6秒才有知覺 伯伯更加覺得事件的發生不是一件意外 伯伯更質疑張小姐說有看閉路電視 就說因為那時警察說不是刑事 不看閉路電視 更加說張小姐一早知道事發現場是閉路電視的盲點 張小姐回覆指撞到伯伯的一對情侶 是上完電梯過後才出現 就說那對情侶不是和我們一起搭扶手電梯 她是在隔壁那條小路走過你 跟著之後一起去追車 張小姐亦都澄清 她老公是沒有對伯伯說粗口 而她怎樣得知事發位置是閉路電視的盲點呢 原來是因為報警過後 警員第一時間已經到習慕室看閉路電視 張小姐就從而得知那裏是盲點 至於伯伯為何要向張小姐索償5萬元呢 她表示是估計 就說可以是高股可以是低股 我就聽人說受傷的話可以索償10萬 那我就一半5萬這樣 之後又解釋和解的3000元是什麼呢 她表示這3000元是醫療費 實報實銷準備出庭的時間提交的 那伯就說張女士有向她反索償的 就說對方用三張工作壓力 導致精神緊張的醫生子反申索3萬元 那裁判官要求她提交精神科醫生的報告 申請終止一切的反申索 那伯被問到怎知道醫生子是造假的呢 她就說因為工作關係而導致精神緊張 並不是因為她向張女士申索而導致她精神緊張 那張女士就表示沒有可能造假的 她就說因為自己本身都有焦慮症和抑鬱症 精神緊張的確是因為伯伯的索償而導致 兩邊各執一詞 而閉路電視又拍不到事件的經過 真的要靠當時的目擊者為這件事澄清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兩邊的說詞大家都聽過 不過伯伯的說詞仍然未說出為何對方要推他 伯伯聲稱他的老公爬伯的頭 然後回頭拿出口罵過伯伯說他阻礙了 不過相當離奇 當時太太就在後面 伯伯就私疑了 對方的動機就是因為這樣 懷恨在心推下伯伯 亦同時知道那是閉路電視的盲點 整件事是有策劃的 真是奇怪 伯伯走去那個扶手梯 都要經他個人的意志 這件事很難策劃的 你去到一個車站突然之間可以搭電梯 你可以走樓梯 沒有人知道你會用那條扶手電梯 亦都沒有人知道那條扶手電梯 正正是閉路電視的盲點 真是離奇 令V雙伯就堅持要索償 一口咬定是這個張小姐 即是救他的張小姐是推低他的 一切法庭見和 期間張小姐曾經反申索 因為小額前債是可以有反申索的程序 簡單來說 我追你錢 你認為不合理 你可以反申索我 不過據報張小姐 申索到一半的時間 據報就未能夠交到 進一步的醫療報告 所以反申索是停止了 現在一切都要交給法庭去處理 令V雙因為沒有閉路電視 死無對證 結果希望在這件事如果有目擊者 麻煩幫幫忙 延伸一下去還張小姐的公道也好 又或者說說阿伯是不是真的被推低也好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認為阿伯還是張小姐 不妨留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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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也說本地熱話 根據HK的報道 屋外經見巨型風潮 港男急急問 就是什麼風 網友猜真是惡風 最後怎樣解決 內文提到 有港男早前在Facebook群組 香港滅蟲關注組當中發貼文和照片 自己很久沒有抹槍 早前準備抹槍打開窗簾 經見一個巨型風潮掛在窗外 不禁經叫什麼風 他立即通知管理署 對方找滅蟲公司清理 就說管理署找了人 過幾天來整 希望到時不要弄到飛了入屋 鐵文一出引來不少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認為看來是很惡的狐風 即是說是虎頭風的巢 但認為無需太擔心 就說正常白色的話是風BB 空洞的話就是已經懷人成風走了 亦都說了 那個巢已經爛了 應該沒有什麼風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一切智慧在網上通常都找到 網友紛紛幫忙解答 估計是虎頭風 另外估計巢的巢 那些風都飛到七七八八 呼籲事主不要太擔心 另外也講講這件熱話 根據HK的報道 港女500元給92元的車費被司機罵 公審一句反而被網民罵 罵她是的士小客 另外問題到 有港女在社交平台大身 坐的士的不快體驗 說坐的士的車費92元 她以500元來給車費 被司機集罵令到她大感不憤 就說原來搭的士是要自備省止 只可以最大面額100元 又沒有任何電子支付 於是上網公審司機 天文引來網友的意論紛紛 有人罵事主轉頭 是西客就說 坐車又不熟讀的士例 沒得找錢 就上網上吵亂巴閉 也說乘客可以沒有省止 只有500元 但的士司機不能夠找完沒有省止 這些人不要坐的士 我相信沒有司機肯載她 有網友解釋 的士司機不夠500元的省止 沒問題 就說政府法例規定 的士司機帶100元的省止 就可以開工 也有人認為 我覺得給500元不是問題 問題是你上車的時間 沒有預先跟別人說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導 港女公審的士司機 反而圍勞不成 被人罵回頭 據報港女當時給500元 對方沒有錢找 也不能找 不過上車的時間 港女又沒有說到自己只有500元 結果上網罵回頭 但網友罵她 其實司機並沒有做錯 因為法律規定 的士司機只需要帶100元的省止 就可以開工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